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 第七题它说 如图三角形ABC为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既然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就代表ABA会等于AC 再来呢,线段AD为线段BC上的中线 什么叫做中线呢 中线是顶点到对边中点 到对边中点的连线 顶点到对边中点的连线 好,那顶点是谁呢 顶点就是这个A 那对边中点就是D 换句话说 它告诉我们说线段AD是BC上的中线 等于暗示我们线段BD会等于线段CD 这个条件等于告诉我们说 线段BD会等于线段CD 好,那要我们干嘛呢 要我们证明这个线段AD 它会是垂直线段BC的 那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理解完题目以后 什么叫理解 就是你必须要把题目的资讯给读懂 什么叫读懂呢 第一个就是说 它告诉你说三角形ABC是等腰三角形 这句话等于是暗示我们说 线段AB会等于线段AC 紧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AD是线段BC上的中线 那等于是告诉我们BD会等于CD 这个叫读懂题目了 那我们读懂这个题目以后啊 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线索 跟我们要证明这个事情 AD垂直BC之间有什么关联 那这个线索目前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它是分布在两个三角形里面 一个是ABD三角形 绿色的三角形 那另外一个是橘色的ACD三角形 那在这两个三角形里面 这两个三角形看起来全等 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证明它全等 第一个AB会等于AC 结果我的BD会等于你的CD 再来第三个我们共用了一个边AD 那既然是共用的话就是同一个边 所以它一定也等长 那因此啊 这两个三角形 绿色三角形 跟橘色三角形的三变都等长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SSS全等性质 来证明它全等 但是问题是 题目并不是要我们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题目也是要我们证明说 AD会垂直BC 那这怎么证明呢 既然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的话 那么这个角1就会等于角2 角1如果等于角2 那角1跟角2加起来是一个平角啊 会等于180度 这两个角一样大 然后两个加起来又是180度 换句话说啊 角1会等于角2 会等于90度 那既然角1跟角2都是90度 那就代表一件事 就是AD垂直BC了 所以我们确实可以透过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然后再进一步去推论出来说 AD会垂直BC 好 简介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写下来 所以第一步我们就先宣告 我们要用哪两个三角形来证明它全等 所以在三角形ABD和三角形ACD中 好 再来就是要举三个条件 因为呢AB会等于AC 为什么 因为三角形ABC它是等腰嘛 那两腰一定等长 所以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第二个呢 线段BD会等于线段CD 为什么呢 因为线段AD为BC上 是中线嘛 那既然它是中线的话 就代表说D是中点 那所以BD就会等于CD 再来呢 AD会等于AD 为什么 因为它们是共用边嘛 它共用了这一个边 所以它是共用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把三个条件都举出来了 好 所以啊 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 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ACD 根据什么全等性词呢 SSS全等 三个边都全等 所以我们叫SSS全等 好 既然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啊 所以对应角会相等 角1会等于角2 因为它们两个呢 是对应角 对应角会相等嘛 好 又呢 角1跟角2加起来 是180度啊 它是一个平角嘛 因为BC本来是一条线嘛 被AD切成两个角的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平角 那它是180度啊 所以呢 角1就会等于角2 就会等于9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线段AD 垂直线段BC 因此呢 也就得到证明 所以故得证 这样我们就证明完了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道题目 这是很简单的一道证明题 那从这道题目里面 我们大概要学到一件事 就是说 有时候题目在给我们一些条件的时候 它并不会那么明确的给我们 它必须要给我们一些线索 然后我们去对这个线索 进一步解读以后 才会得到有用的这个条件 比方讲以这一题为例 它告诉我们说 三角形ABC 会等于三角形 它等于暗示我们说 AB会等于AC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线索 给解读出来 简介了下来 还要告诉我们说 AD是BC上的中线 那这个中线 在这一题里面 事实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反而是因为它是中线 所以D是中点 所以这个BD会等于CD 这个会比较具有在这一题上的价值 那因此它给我们的这两句话 我们都必须要进一步解读 才会得到我们真正有用的条件 这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的证明体里面 相当常见了 就是你必须要进一步解读题目 提供给我们的资讯以后 才会得到有效用的这个条件 去证明这个东西 好